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謝謝主 我們就用以下的時間再繼續 我們這連續 這個已經今天已經第四天了 連續這四天 我們對這本聖經恢復本的推介與介紹 那我們今天是來到第四講 我們今天要特別要講這個主題 你看這個powerpoint 它會跟著我的說話來走 所以我們都知道說從 你知道我們現在手上這本聖經 你現在手上有恢復版的舉個手好嗎 大家都有不錯 這個我們要每一堂就要帶著我們的恢復版來 這個你知道在16世紀 路德馬丁改教的時候 那時候的聖經呢 他們就有一本的公開的聖經 這個聖經從一千年 被這個羅馬天主教封鎖起來 一直到馬丁路德改教的時候 那時候呢 我們就有了一本公開的聖經 但是那時候 雖然聖經是公開的 但是它卻還是一本沒有解開的聖經 為什麼呢 雖然聖經公開了 這個白紙黑字領都讀得懂 但是如果沒有人像你解開 你怎麼明白 像剛才白雷翁所介紹的 你怎麼明白那個大人像 你怎麼明白那七十個七 對不對 所以我們都需要看到說 這個有解經的一個需要 那解經呢 其實回復版裡面的註解呢 其實呢 它就是一個解經 那我們從主的話給我們看到說 主說我的言語一打開 一解開 就發出亮光 對不對 死於人通達 那在這個史如行傳八章的時候 這個菲利他貼近 這個安提阿伯這個太監的時候 問他說 你讀了以色雅書 你讀得懂嗎 這個太監就說 這個沒有人指引我 我怎麼能夠明白呢 我不知道對方姊妹 如果我們沒有這本 回復版的聖經 沒有這本註解 我們可能都要說 主啊你的話甚難 誰能聽懂呢 對不對 所以這邊給我們看到說 的的確確 卻有這個解經的需要 所以歷史歷代以來 這些解經家 他們就專研聖經 他們就想辦法 把聖經上的真理 需要一個一個一個 一個點一個點 一個點 一卷一卷書的 向我們打開 所以這個聖經的啟示 它是有一個傳承的 它就像是你在拼圖一樣 你解開一點 我解開一點 它解開一點 那這樣把它拼起來的時候呢 你就能夠得到一幅完整的圖畫 所以這個 這個這個這個 這個解經的過程 它是一個 啟示的一個傳承 因為真理的啟示 是不斷往前的 所以這些歷代的解經家也是一樣 他們都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 這個看得更高 看得更遠 所以他就能夠在前的光中裡面 他就能夠看到光 他就能夠在前人所領事的啟示裡面 他就能夠領受更多的啟示 弟兄姊妹 這個朋友們 你們說是不是 有些人就說 喂 這個我為什麼需要別人的註解 為什麼 我清讀聖經就可以了 這個清讀聖經 是很需要的 很沒有必要 但是呢 它是確實不夠的 因為我們每一個人 所能夠領受到的啟示 就是那麼一點點 那我們今天所需要的呢 乃是需要站在前人的肩膀上 能夠看得更遠 看得更高 能夠領受更高的啟示 所以這個 我們的尼托神弟兄說呢 我們只能夠從神 已說過的話語裡面 得出話語 我們只能夠從這個 已有的光中裡面 看到更多的光 我們只能從這個 已有的啟示裡面 能夠看到更多的啟示 所以我們就來看這個 恢復本註解的這個來源 我們知道這本 恢復本 聖經的註解 主要的編輯者 是我們的禮長說弟兄 那他也是一樣 照著這個成仙啟後 既往開來的原則 他站在前人的肩膀上 領受更多的啟示 那他的前人是誰呢 這邊就有很多了 這個主要的乃是我們的 尼托神弟兄 那他從他領受了 很多的屬靈的啟示 很多的屬靈的亮光 那他也從這些歷史 一代以來 著名的解經家 從他們領受 他們的著作裡面 得到一些開啟 所以這個恢復本聖經 現在現有的註解 它的成果 乃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 一個繼續精進 一個繼續往前的一個結果 所以我們看一些例子 所以比如說在啟示範23章 講到這個七個照會 他的註解 很多都是從這個尼弟兄 教會的正統裡面 這本書取出來的 所以這裡面有很多的註解 上面是列了一些而已 還有更多 他們引用這個擴大版的聖經 引用阿福德 引用文森 引用魏斯特 引用斯可福 所以太多了 這個可能可以回去慢慢的找 所以這本恢復本的聖經 它的註解 它本身就是一個成先啟後 一個去無存經的一個過程 阿們 那我們再來看它 恢復本聖經的特點 特點第一個呢 第一個特點 它乃是以經解經 這是一個最可靠的一個神 解經的一個方式 它以解釋這段聖經的時候 它需要以整本的聖經 對聖經有整本的看見 來解釋這段聖經 我們不能夠斷章取義 那第二個呢 它乃是以基督和照會為中心 如果你好好讀這本聖經的話 你會知道 基督與照會 乃是貫穿整本聖經的一條中心線 那這個註解也重於 第一個真理的啟示 第二個屬靈的亮光 第三個生命的供應 過於歷史地理及人物的解釋 好我們來看這個註解的目的 第一個呢 乃是成名真理 你們 神願意萬人得救 並且完全認識真理 你知道恢復本 為什麼叫恢復本嗎 為什麼叫恢復嗎 就是因為這些真理 它本來就應該在這邊 但是經過了這個 1000年的這個聖經封鎖的時期 它失落了 它被人扭曲了 它被人誤解了 所以現在才需要恢復 把它恢復到 它本來該有的意思 把它恢復到 它本來該有的地位 所以我們才叫做恢復本 所以這個成名真理 聖經上有很多好多的真理 這邊只是列了一些 比如說像這個三一神 比如說像這個基督的工作 比如像這個那靈 人的靈 這個基督的身體 還有新耶路撒冷 這些都是很大的點 現在沒有辦法一個一個解釋了 可以查這個註解 那註解的第二個目的呢 乃是供應生命 你知道主耶穌說 我對你們所說的話是什麼 乃是靈 所以這個聖經 你如果來到這本聖經裡面 要得到一些知識 那你就搞錯了 聖經是一本生命的書 所以這個主耶穌對這些 這些猶太的宗教 宗教人 他說你們查考這些信 以為你們有永遠的生命 但是你們卻不肯到我這裡來 得生命 所以這本聖經裡面 有很多生命的豐富 所以註解呢 也幫我們打開 幫助我們明白 認識我們裡面的生命 認識生命的分次 認識這個我們生命 該有的長大與變化 那註解還有一個目的 乃是這個疑難解答 像這邊列了三個經節 這邊說 紅的你可能看不太清楚 這個馬太福音十章說 這個我來了 並不是帶來和平 乃是帶來刀劍 你會覺得奇怪 為什麼主不是和平的王嗎 他們為什麼來了 就是不是帶來和平 乃是帶來刀劍呢 請看註解一 你們自己查 第二點 這個哥爾西一章十五節 他說 愛只是那不能看見 之神的像 是些受造之物的守生者 咦 這個神不是神嗎 這個 這個 為什麼他還是受造之物呢 這個答案也在註解裡面 請看註解第二 OK 再舉一個例子 這個雅各書二章二十四節 所以他說 這個人得稱異是本於行為 不是本於性 咦 他怎麼這樣說 不是單 對 本於行為 不是單本於性 不光光是本於性 這個 這個人因性稱異 不是馬丁路德恢復的 最大的真 這個真理的點嗎 在羅馬書五章一節 那也不是講到 人是本於性 得稱異嗎 咦 是不是抓到聖經的把柄了 這個地方是不是有矛盾 對不對 所以這些註解裡面 都詳細解開了 我就簡單的解釋一下 最後一個 第一個呢 在雅各書這邊 在羅馬書講到說 人本於性 得稱異 因為藉著性 我們就能夠得到主的生命 所以這裡得稱異 乃是為了得生命 那在雅各書這邊講到說 得稱異是本於行為 這邊的本於行為呢 乃是叫我們能夠活出神的生命 所以一個是接受 我們接受基督了 我們就本於性得稱異 另外一個是我們把裡面的生命活出來了 我們這個基督從裡面活出來了 這個呢 就叫我們這個 這個得稱異呢 就是本於行為 所以是不單單本於性 所以你看到這邊 有這麼多 這麼多的豐富 都是從這本註解裡面出來的 所以我們才是要好好的保備一本這本聖經 好 最後一點 這個恢復本註解的目的呢 這些所有的目的 都是叫我們能夠 有一本什麼 解開的聖經 我們要保備 因為我們現在熟悉了這本 恢復本聖經 它不僅是一本公開的聖經 它乃是一本解開的聖經 所以這個 李立雄說 我這個 這些註解啊 我是打開一個礦脈 我是把這個礦打開了 還需要等著我們繼續去挖掘 所以李立雄準備 我們真的是需要好好保備這本 恢復本的聖經 好好的在這個 呃 這個這些